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猜想很多投资者可能都围坐在这个电脑屏幕前去在线参加了巴菲特的股东大会 然后在边看边暗自下定决心 我一定要像他一样坚持价值投资 并且我要好好去选股准备大干一场 但是今天一开盘现实给了我们当头棒喝 我不知道大家看着自己的手机不断地推送过来 或者跌了3% 4% 5%到下午甚至推送到跌了6%的时候 你心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 可能很多投资者没有办法做到执行合一了 也忘记昨天暗暗下定决心要去这个价值投资了 然后选择了这个割肉清仓 其实在今天我们节目播出的此时此刻 我们每个人都特别能够体会大家现在心里的这种感受 这种疼痛 这种难过 因为很多朋友我们都知道在犹豫不决中选择进场的时候 甚至已经到了3000点以上 而现在不仅利润撤光了 甚至很多人的本金都已经打穿 所以朋友们这种难过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 那我们现在特别想知道的是 不知道大家是选择观望 是选择现在就地卧倒扛着 还是说你选择剁掉 我赶紧清仓赶紧及时的止损离场 那么不管你用哪种选择 我们相信在这样的大跌的行情当中 都是你投资生涯当中特别难做抉择的一天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带领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几位嘉宾 来帮助你决定接下来你面对这个市场的对策 那么同时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那么现在我们的寻找中国8V的活动 依旧可以报名参与进来 而且悄悄告诉大家 我们的选手其实回撤还是挺大的 甚至很多很多大部分的选手都出现了负的收益 所以此时此刻您加入进来 没准能在未来的这段行情当中 博得比较好的收益 然后去瓜分百万的现金大奖 那么今天是胡云龙的专场 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胡云龙的几位圈内好友 今天来跟我们一起分析对策的 长城国瑞证券投资顾问高鲁明 以及他身旁的新时代证券投资顾问刘玉 还有我左手边的胡云龙战队的优秀学员周涛 以及我们的北京军线技术创始人张博文 欢迎一下四位嘉宾 以及我身边的数据观察员李念 那么李念 你今天手里拿着我们选手的数据 我们常常说选手的数据 是以小见大能够反映出整个市场今天的情况 所以你快看一下 今天的市场从选手的数据的反映中 能看出来到底大家有多惨 来我们看看吧 我们看一下 截止到今天中午收盘的一个数据 不过看到这个标题 我发现我们的编导太坏了 它起了个名字 叫没有最惨 只有更惨 选手今天的平均收益率是负的3.93% 而就在两个交易之前 也就是4月29号 当时是300多只个股跌停的那天 咱们选手的平均亏损是2.3% 当时已经是创下了正式开赛以来的一个最坏成绩 今天又是刷新的记录 那在仓位上大家伙在减仓 虽然说我们记得在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 大家也有减仓的动作 但是幅度远远没有今天这么大 那盈利选手占比同样也是创了新低 之前我们感觉总归市场怎么跌呢 还是有一成多的选手是在赚钱的 市场我们看到当时就已经是非常弱势了 而今天我们看到只有不到6%的选手在赚钱 也就是说有94%的选手是亏钱的 那咱们部分的高手也很难靠自己单日比较高的收益 去拉升一个整体的水平了 但是呢让我们很不解的是 持仓大于7成的选手占比又有了提高 而持仓小于3成的选手占比也在提高 那可以看得出来啊 在当下这个市场节点 大家伙的这个分歧还是比较大 有人可能说选择了博反弹 有人呢还是继续在这个市场外进行一个观望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今天的这个盘面上给我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没有看到任何的机会 没有任何资金愿意出来给我们打一个龙头 而我们的选手当中 刚才理念给我的数据当中 有一点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就是持仓大于7成的人在上升 持仓占比小于3成的人在下降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很多投资者 对于这个市场的分化 开始更加显著的加剧 分化更加加剧 好来我们也要问一下我们的思维 这就说明今天我们有选手是在这个位置加仓的 当然也有很多很多人还在减仓 所以今天此时尾盘啊 加仓是对的还是错的 来对的举红牌 错的举蓝牌啊 你们心目中今天适不适合加仓 三二一 好来谢谢 三位都认为不应该加仓 只有周涛认为是一个中立 好来我们先从高露明开始 你作为红龙的圈中好友 你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今天户指一开盘就破掉3000点 然后我们一天之内丢掉了150点 在这个下跌中途 我们甚至没有看到整个市场的一点抵抗动作 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跌怎么猜 我们看到的这个市场啊 是从这个3288点开始出现了一个调整动作 然后在那个近期的也是出现了连续的八个交易制的一个调整 实际上呢就是说 这个连续调整是因为是之前是在于2440点 一直一直反弹到3288点 这样一个两个多月这样一个涨幅之后的出现一个清洗浮仇 或者说一个良性的调整 但是呢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这个小长假期间呢 是出外围市场是出现了一定的利空 我们说不怕利空出现 只不过呢是在利空出现的位置 它的影响是不同的 像这种在这个顺势调整的过程当中 出现的这种利空消息呢 它会延长这个调整时间的这个周期 以及这个空间 但是呢我在这里边也要重复一点 就是说这个利空仅仅是对于短期的一个影响 仅仅是对于这个调整的周期 以及这个空间的一个延长 并不是说这个行情的一个性质的一个反转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但是呢今天这个K线的实体 我们也看到了是达到了171点这样一个跌幅 这种跌幅呢在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它后面呢是有这种在持续的向下走出这种衰竭之后 才会有机会出现这样一个反弹啊 以及这个起稳的动作 在目前为止呢 现在这个位置直接出现反弹的这个概率呢 还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就是短期在这个位置呢 加仓呢它还不是一个很理智 等它衰竭之后再加仓 是一个比较理想这样一个动作 好高鲁明的分析当中我听到几个关键点 第一个认为现在依旧是在良性的清洗浮仇当中 其实说实话今天在不断的这个下跌当中 尤其跌幅这么大 我其实已经和我们电视机前很多朋友一样 我都觉得我的世界观都要被改变了 真的是如大家所说的我们中期长期会向好吗 我现在觉得我看不到一点点这种向好的这种希望啊 你依旧会把它定性为良性 为什么 对因为我们看到的2440一直涨到3288 这一段上涨 它背后的一个核心逻辑它没有变 因为我们就是也看到就是国家在今年 推出了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减税降负的这样一个情况 它势必会对于这个实体经济 一些上市公司呢造成这种非常良性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好的情况 因为我们也看到了从美国的这个历史经验来看 美国股市在它真正开始启动和腾飞的时候呢 也是在于它在19二几年好像三几年 我记不清了这个时间周期 它也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减税降负 让那些企业得到一个长远的一个成长之后 它才出现了长时间的这样一个牛市 然后所以说呢现在这个市场 我们的市场也是具备这样一个基础 另外呢在这个盘中的这个走势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啊 就是成交量出现了一个同步的一个放大 这就代表一个大资金的一个介入 大资金介入也我们市场也是从2440点 一直涨到了3288点这样一个位置 而不能说现在以3288点调整到现在为止 就把之前的上涨给否定了 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呢 还是一个良性的一个调整 你提到有大资金介入 其实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上周一你坐在这里的时候就已经说了有资金进场 这个资金现在走了吗 还是又又来了 它什么资金进来了现在 这个资金走与没走的话呢 现在从光从这个盘面上是看不出来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资金介入呢 也要看一个它这个介入深度 在这个上周的时候呢 出现了这个在盘中的出现了一个 微型的一个小微型的一个反战 但后期又出现跌幅 出现一个下跌 但实际上就是盘中 它还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进场的信号 但是只不过它介入的深度不够大 好 在刚才我们跟大家统计 该不该加仓的时候 虽然基本上除了周涛认为 有的该有的不该 其他人都认为不该加仓 但是高鲁明的分析说 此时此刻调整 依旧是一个良性的清洗浮仇的一个过程 我不知道其他三位同不同意 我们再一次举牌 不同意的举红牌 认为 不不不 这个同意高鲁明认为是清洗浮仇举红牌 认为不是良性的 现在真的有危险的举蓝牌 好不好 好来三二一 是不是清洗浮仇 是不是 好 刘豫和张伯恩都认为是 但周涛认为有一点点问题 好来周涛你作为参赛选手 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为什么你今天总是给我中立的牌子 我们常常把中立认为滑头 但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滑头都应该是 看跌 来我现在不把你当滑头 跟我们来讲一讲 我说一下我的一些想法 因为240点这个地方反弹出来 当时我说了两个点位 一个是3130点 就刚好是我们也在这个节目当中去说的 就是说这是它的第一阻力 第二阻力 当时我给大家去说的这个点位是在 3220我记得 对3220320点附近 那这个位置其实后面 它冲破了这个3220这个位置 冲到3288 但这个位置我当时有说了一点是既然到达3288 它是有机会去冲到3300点附近的 但是不管冲出不冲出高点 它都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卖点 因为它是形成了我们当时给大家去说的一个二字背里的一个情况 那调整的幅度呢 当时我给大家去说就是它应该调整一个大二浪的格局 大二浪的格局呢 从240到3288刚好是涨了800多点 800多点回撤的幅度应该是在50% 就最少它应该是50%的回调 然后呢 打这个二浪的这个回调 目前呢 其实空间上还没有达到 还没有达到 空间要到多少 但是它其实空间上刚好是达到如果按50%的话 我们区间是848点 应该跌多少点 424 424 3288解去424 差不多是2840点附近 我们今天差不多了 今天跌到286 刚好是下方的缺口证 刚好缺口证 而且我之前也讲过这个缺口呢 其实正常来说应该把它去回补掉 回补掉之后呢 短期它就是基本上算是调整到位 而且现在呢 已经空间上算是到了 我们回到那个问题 就是刚才所说的 这个位置该不该加仓 你是因为认为位置没到 所以认为有一些是不该加仓的 是吗 对 所以这就有选择了 它有些它提前打到位 选择什么加仓 打到位的 对 提前打到位的 然后呢 它扛跌的这样一类股票 确实又在低位的 它不是属于高位补跌的这样一类股票 它可能率先到位 它会率先冲出来 尤其是叠加了这个 当前它就是主要是在业绩好的 这块的股票当中 好 这块股票它可能会优先启动 因为刚才高鲁明提到一个词 就是说衰竭的这个词 意思是现在还没有开始衰竭 起稳 所以他认为不该加仓 这个你有要反驳它的吗 没有 它这一点我是同意的 但是你现在找的是说 有一些品种 是已经衰竭过后了 对 它比我们现在的大盘 它已经开始强了一级了 你给我举个例子 什么是衰竭之后再启动的 来给你一点时间找 然后我们有问题要问一下博文 博文怎么看 就为什么你也认为这个位置不应该加仓 今天跌这么厉害 对 其实这个位置不但不应该加仓 而且之前就应该相应的减仓 我记得上回做节目应该是三周以前 其实我们也聊过这个话题了 聊过这个话题了 认为这个位置呢 就是没有一直任何一个行情 它不会一直的连续大阳线的这种走势 我们上次举的例子是在周线图上 我们并说过周线一定会有顶分型 并且走出一个延续性下跌的配线 那么随着这个几周过去了 我们看现在无论是上证 还是50指数 还是创业板 周线那个顶分型是必然的已经确立了 那么就是日线以下级别的一个调整 日线以下级别调整 我认为这个时候短线上应该会有反弹 但是中线上我觉得调整还没有到位 还要再看一看 我觉得这个时候完全不适合 就是再买买买 绝对不适合 当然有一些就是已经调整到位的这些个股 另当别论 我说的是这个大环境 现在不适合去买入 大家特别关心的是 一你告诉我调整到什么时候 二你告诉我点了要调整到多少 这个其实从理论上来说 这个是无法预测的 其实它调整到什么时候 是完全由市场这个当下 大家所有人的这种情绪决定的 你包括比如说咱们最近有一些 包括利好 包括利空的消息 其实实际上就是加大 或者减少了走势的上涨或者下跌 其他的走势的本身的属性一点没有改变 说实话 其实从上涨过程中 大家一直在期待一次下刹 总觉得下刹之后 我们会有更好的上涨 我给大家补充一组数据 就是三二八点的高位 到今天盘中 二八七六点的这个低点 18个交易日的时间 我们互只去掉了400点 累计跌幅达到了11% 这个回撤可能在户纸上 可能你不会觉得有多大 但是反映到个股当中 包括今天创业满地的那么多 很多人非常难受 我说了一开场我就说 很多人手中的个股 早就打穿了什么 2700 2800进场的人的成本了 所以我们现在特别想知道的是 在大家都期待的下刹到来了 为什么反而我们害怕了 其实这样 现在市场上无非就分两类股票 一类股票 而且这两类股票走的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一类就是业绩非常好的 我们讲的大篮筹或者说这个50里面的个股 它涨的时候它也真的涨 并且我们看这个 如果看大级别的话 人家是一直延续着一个大级别的上涨在运行 而一些所谓的业绩差的股票 你看它也在涨 它瞬间也是翻倍 但你发现它下跌的时候 可能一周就把你之前三个月 甚至五个月的利率全部吃掉 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差距 但是各位会赞同吗 周涛刚刚所说的 有一些已经 它已经看出启动迹象的是可以加仓的 这个几位赞同吗 再举一轮牌好不好 赞不赞同周涛所说的 看到启动迹象的 我们就是可以去加仓的 来 好 很犹豫 它其实很犹豫 我关键没分懂 没分懂 就看懂启动迹象就是红牌 我这是现在不能加仓 好认为可以 但是还是认为不能加 好的谢谢 所有都不能加是吧 因为毕竟今天的行情泥沙俱下 那周涛你作为选手 我知道你今天加仓了 你加在类似于哪些品种当中 给我们举例子不做推荐 其实我参与的 就是现在市场当中 刚好它比大盘强了一级 然后因为白天没有办法去参与 这个市场它是单边往下的 没法参与 但是尾盘它比大盘率先启动 所以这样的股票我们去完了 而且它也顺利拉出来了 这里我们不是推荐 就是来一份 就类似于这种 这个都是它始终都是比大盘强的 但是它有业绩支撑 然后又是属于这种食品类的 刚好是属于避险性的一些品种 然后另外一个 我再举个类似的例子 新华医疗这样的股票 其实它在大盘回调的时候 它也跌 但是它比大盘率先启动 率先启动之后 挖完坑之后 它启动之后呢 它走势也比我们这些 大盘要强很多 然后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刚刚你问到了一个 这个大盘到底要调整多少时间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也关心的 你有答案是吗 正常当时我在 3288点冲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当时我说达到背离点之后呢 日线级别的调整 它得调整到22 20个交易率到30个 25个交易率到30个交易率 现在呢刚好其实走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四十二十三四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18个交易率 18个交易率 换句话说呢 其实低点容易见到 在下周见到 那下半周它会起稳 可是这一周里 如果再像今天这样杀两天 我估计我们都得封掉 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 就是在高位 我们就去避开这种风险 好 来我们还是要给刘宇 一个观测角度 刘宇今天也认为 在此时此刻 其实不应该加仓 为什么 是因为在这个盘面上 我们找不到机会吗 比如说杀得过多的 券商科技股啊 有一些我们心目中的好股票 我们觉得它会不会被错杀了 这个你怎么看 券商实际上应该提前反应了 像箭头 它就是拿那个歌唱项目多 所以它掀起来 之前我在节目说过 至于大盘调的多少点 我都比较赞成周老师的一个观点 我上午还算呢 应该在2867这个附近 今天我们已经见到2867 但是基本上来讲 这个底打杯型的概率很小 所以我说短期这个底还要住 周线即便还没有结束 但是中长中期看 我觉得还是看一个复杂的一个纽市 复杂的一个震荡向上 复杂的震荡向上 因为今天是五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我们很关心 这个五月的行情 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应对 这样刘逸 你给我们整个去分析一下 五月的行情吧 在这个五月当中 我们会以什么样的节奏 来进行这个市场的向右走 以及我们在这个五月中 我们应该核心去关注哪些品种 大家看 最近涨得好的就是两类股 除了蓝筹 就是市盈率极低的 刚才说的这个新华医疗 还有这个五州交通 大家看 都是市盈率五倍以下的 因为他们都是一级爆 一级爆大幅增长的 应该说最近涨得最好的 基本就是这两个品种 那五月之后 我比较看好的 还是看蓝筹 特别是大消费 狭义大消费的这样一种蓝筹 因为我之前说过 中国股市的这个生态在改变 实际上这个 你看有人说这个北上资金流出 今天又流出了 下面一百亿 应该说 但是你从一月份来讲的话 累计流入了两千多个亿 那你说流入本所五十多个亿 流出了两百亿都不算什么 因为当然这里有这个 马甲席位 咱就不说了 那所以整个来讲的话 我觉得就是机构资金主导的话 我觉得以后的 特别是刻帐板推出以后 可能那些没有价值的小盘股 就越来越没有市场 好 所以我觉得还是看好 这种大消费的蓝筹的表现 刘玉和周涛的观点有重叠 周涛刚才在找启动的时候 就找了很多消费类的 什么来一份类似 这样的个股 给大家补充一下 4月22号步入调整之后 其实我们在盘面上看到 最先下沙的是哪些呢 涨了很多的高位题材 以及垃圾股 但是在这个期间 贵州茅台创了新高 中国平安创了新高 还有类似于五粮业 一直保持逆势上扬态势 大消费在这个过程中 一直上扬 我不知道其他两位 是不是赞同 5月份以及未来 会看大消费吗 博文和陆明 你们告诉我 会看吗 会看会看一下大消费 因为大消费呢 整体的这样一个走势呢 我个人觉得还没有完 它只是现在处于 也属于这个市场的 一个大二浪影响之后 它也顺势调整 后边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好 陆明在赞同的时候 博文也在赞同 就是因为五月份 有一件大事 很值得我们关注嘛 就是MSCI扩容 我们来看一下 就五月底即将迎来 MSCI对A股的第二次扩容 那么MSCI提高 A股纳入比例 首批从5%提高了10% 然后中金公司 这边就给出了观点 认为5%的纳入比例提升 可能会带来主动的 加被动的增量资金 大约为200亿美元左右 并且预计其中 被动资金占比 可能在20%左右 也就是说 大概有160亿的主动资金 会被纳入进来 而且我们又考虑到 我们截至到今天 把已经算一季度的雷 都已经爆完了 五月六月是业绩真空期 所以博文你怎么看 接下来机优的白马股 是不是我们在这种行情当中 为数不多的 可以把握的机会 对 其实怎么讲呢 就是说在整体 环境好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一些 所谓的就是业绩 稍微差一点的 盘子稍微小一点的 就是做一些 追一下概念嘛 所谓炒一下概念 但是对于这种 不确定性比较大的时候 或者整体行情 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我还是建议拿一些蓝虫 其实我们本身 也是在大消费里 之前也是在 永辉超市里 但是今天这种行情 尤其早上那开盘 实在是 让我感觉到 有一些危险了 你看永辉超市 就属于大消费业绩 也非常非常好 它之前完全没有走坏 你包括之前 我们看一些大盘啊 包括一些 小的一些股票 已经完全走坏的时候 永辉超市依然很坚定 它的图形是 从技术上分析 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今天这个开盘 实在是没办法了 实在没办法了 也是减了很大部分仓位 好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要 常说一句话 就是基本面选股 技术面选实 有一些在盘面中 一个瞬间的这个回撤 或者短线的这些风险 我们能避过去的 还是要把它避过去 其实今天市场 也不是没有好消息啊 并且受这个消息的刺激 我们还有个股风涨停 甚至是拉了几个点啊 来 李年帮补充一下 这个好消息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其实在今天早上 开盘之前的时候呢 央行是非常及时的 释放了一则利好 他说的是 决定呢 从2019年5月15号开始 对聚焦当地服务 现役的中小银行 实行较低的 优惠存款准备金率 对仅在本县级行政区域内经营 或在其他县级行政区域 设有分支机构 但是呢 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的 农村商业银行 执行与农村信用社 相同档次的存款准备金率 该档次目前为8% 约有一千家 现役农商行 可以享受到 该项优惠政策啊 释放长期资金 约是2800亿 全部用于发放民营 和小微企业的一个贷款 那如果说我们是在 之前的那个行情当中啊 我觉得这样一则消息 绝对是一个非常棒的利好 相当于是定向降准了 对吧 但是今天的市场 出来了这条消息 任何波兰都没有掀起来 有一点无力回天的感觉 没错 但是对个股 其实是有刺激的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 这条消息吧 刺激就刺激在银行的 这个移动 但是很快都回落了 只有青农商行涨停了 青岛银行涨了五个点 剩下银行也就一个点啊 甚至没有什么反应 所以我有种 很不好的想法 各位 是这个消息 这么大利好出来 是不是我能认为 它对盘面没有影响 所以短期的市场 你其他的一些板块 题材板块 它是带不起直速的 而且也只有这些板块 它率先能把盘面撑住之后 题材才能起 赞同吗 刘宇 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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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 实际上并没有 这么 太 赞 只是说 把指数 稳住了 要不基本上指数 今天跌200点以上 那是安定的 所以说 我觉得 还是要看 这个兰州 特别 我觉得还是看 大消费的兰州 为什么 因为美国 它把那个估值 定的什么 进嘴里的东西 他们认为 我估值可以定高一些 我可以接受 它比那个周期股 的兰州 要好得多 要可以接受得多 给的范围 比周涛还要再小一点 大消费类的兰州 陆明 给我们关键词就行 时间有限 就是 互传看谁 金融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 一些有色吧 他看有色 来 波恩 我觉得看茅台吧 茅台要能护就护住了 护不住 肯定就没信 那你跟大家一样 消费类的大兰州 差不多 主要就是茅台 因为这轮上 你看嘛 就是这几个 尤其是50 基本上有茅台 平安 包括招行 就全种股票拉上来了 所以要看他们 今天我们关键词 叫对策 在这种下跌当中 我们首先 心里要清楚 他未来往哪走 然后在这个 可能短线 下杀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可以 去找一找 这个盘面中 互盘的一些机会 好 来 李涅 今天我们要 关心一下选手们 整体的这个数据 的持仓情况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接着到今天的五盘 选手攻击持仓 一共是有395只 那接着收盘 这个数据 其实一度让我怀疑 是不是选错了 只有在这395只 个股当中 只有五只涨停 然后我们跌停的 有141只 也就相当于 有三分之一 还要多的个股 是选 就是拿到了一个 跌停的这么一个成绩 所以说今天可能 对于很多老股民来说 有一个段子 您今天不拿到一个 跌停板 都不叫老股民 也是非常的应景 但是涨停股 我们看到一共有五只 但这五只当中 也是非常有特点 就是低位首板 或者是两板 比如说 受到刚才 咱们说到 受到消息刺激的 这个青龙商行 等等 这样的一些标的 而在今天早上 选手一共是买入了 65只个股 卖出了62只 两者差不多 是一个持平的状态 感觉好像大家伙 也没有出现 像我们想象中的 那种特别恐慌的抛盘 甚至我们看到 买入的还多了一些 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 在今天买入 早盘买入的65只个股 截止到收盘 是有20只上涨 这个概率 大概是有三分之一左右 其中有五只 是出现了涨停 好的 那么在下一个环节 我们将结合选手的 真实操作 来跟您具体的聊 并且继续给出 大家应对市场的策略 一会儿我们要连线 这个月的月冠军了 看看他到底为什么 成为我们的月冠军 而我们在接下来 能不能追寻他的操作思路 在市场里取得更好的收益呢 好 稍微休息一下 那么依旧要提示大家 现在你依旧可以参赛 大概就是96年4月16号 我记得我入市 然后到96年12月份 13道金牌 最后涨地停满 那个公布 那个直接 非常快的速度 从五六百 然后一下到了五千 就那个速度 什么都不懂 就是什么掌 追什么 在我心里面 埋下了一个种 就觉得 这个股票能赚钱 在N年以前 我也看过这些人的书 但就像我说的 我不信 我觉得我能做得 比他更好 但实际上市场 会给你上 特别深刻的 好几堂课 一个成熟的投资人 一个完整的投资人生 应该是 先技术飞机 后驾驶投资 熊市才是好 进行驾驶投资的 大好事情 因为好多优质的公司 在熊市的时候被错杀 独自面对这市场的时候 的确是非常的孤独 会买的是徒弟 会卖的是师傅 你要想成功的话 你都要对这个行业 真的是彻底了解 这个过程里边 就是完成自己人生的 给自己我交代 欢迎回来 在这个时候 再去看我们导师的宣传片 心里还是有很多的感慨 所以我要继续完成我的任务 就是为他们四位继续进行召唤 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不要忘了报名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 在大家大幅回撤的时候 现在你以这个不亏不赢进来 然后在未来这个行情中 还是有机会脱颖而出 并且进入到前十名的 好来 让我们进入到今天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就是公布我们四月的首位月冠军 来看看他到底是谁 里面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来共同揭起这份榜单 那我们看到在刚刚过去的四月份 市场的表现可以用先扬扣益来形容 咱们的选手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获得一个比较不错的收益 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从券商已经清算的结果来看 月收益第一的 目前还是咱们的闹闹罩 来自荣耀组 四月份的累计收益是有 百分之四十一点九八将会获得华为的高端手机一部 我们看到呢 其实在这个榜单当中 第一名的这个闹闹罩 跟第二名的王某军呀 只差了不到一个点的收益 真的是非常的显啊 而且在这个榜单当中呢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第一名闹闹罩啊 现在累计的总收益是百分之四十一点九八 但是在它最高的时候 当时我们记得它这个收益是达到了百分之七十啊 所以说能从百分之七十降到百分之四十 虽然亏损了百分之三十 但是还是拿了月冠军 真的是非常厉害啊 而且呢 在我们的前十名的这个榜单当中呢 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熟悉的身影 比如说排名第四的这个江某局啊 也是一直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还有呢 就是龙城飞侠 那他是谁呢 就是咱们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选手周涛啊 而且在这儿我们要给大家透露一个小细节 那周涛呢 是上个月月收益收益前十的这个选手当中 唯一一名空仓的啊 那空仓都能拿这么好的成绩 也是非常厉害 他就是因为空仓 所以拿这么好的成绩啊 好来 我们要来跟我们的闹闹赵连线一下了啊 不要听李聂老师强调你回撤百分之三十啊 超股回撤很正常 但是我们都知道回撤正常 可是还是很心痛啊 来闹闹赵你好 哎你好 哎你是荣耀组啊 拿了这个月冠军 我首先只能说是恭喜 然后我观察一下你的四月份的操作 其实收益最大的是美景能源 有25%的收益 你跟我们分析一下吧 你四月是靠什么样的操作思路 来拿到了这个月冠军 主要是还是围绕这个新能源吧 因为像美景能源 然后之后做的几值票 也都是跟新能源相关的 燃料电池这类的 你为什么会看好新能源在四月的表现呢 这个不是第一次把它画到这个 叫什么发展钢要里边吗 政策 所以对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政策 好 但是我观察一下 你四月的前半个月操作一直在赚钱 但是后半个月操作就总是在亏损 觉得好像赚钱不是很容易的 因为最终你也回撤了30% 因为当时你是有想过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操作方案吗 当时慌不慌回撤的时候 当时有点光 就是这个我觉得还是打盘现底了吧 但是我感觉这个题材没有结束 然后就是频繁的去换口 到最后呢可能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也回撤了30% 在五月份 四月关注新能源 通过政策找到了自己的收益 五月你会关注什么呢 五月份 今天就可能不光给我 可能给大多的投资者 都来了一个下马威 然后 就是想看个这个 这一波调整完了以后 会有什么新的题材吧 好 好 感谢当老赵跟我们连线 拜拜 他这个五月份我听出来了 他暂时不关注 应该是这个意思 所以也就是说 在今天的这个下沙过程中 不仅我们现场思维认为 不应该加仓 我们的这个月冠军 也要暂时休息了 来 我们关注一下吧 我们这个闹闹赵选手 他近三个交易日的收益来源情况 都是亏的 来 李念你帮我们看一看吧 看他这个亏损情况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在我们这个屏幕上 也是看得出来 最近三个交易日 他一共交易了五支个股 最大的亏损的是来自于凯隆股份 八个多点 四月二十六号买入 四月二十九号选择了一个卖出的动作 但是其他的几只股票 还有一个亏损零点几的 其实也还可以 我觉得 好 就是看这个样子 感觉好像止损这件事情 做的不是很坚决 在我们的选手当中 相信除了我们选手 电影期间你也一样 止损这件事情 对我们来说很痛 因为多肉嘛 多痛啊 看看又除了闹闹照和你 还有哪些选手 在止损上也出问题 因为我们今天最重要做的就是反思和修整 再给大家看一组数据 今天亏损在百分之九以上的选手名单 接着到今天中午 单日亏损超过百分之九的 在我们的选手中有二十个 也就是说几乎全仓在亏 实在非常多 受制时间限制 我们只看前五个 这些前五个的这些选手 所持的个股啊 我要说就是 这些个股本身趋势就不是很好 包括还有像大智慧这种存在问题的个股 甚至有跌停的 你明明知道它有问题 为什么要买呢 为什么在这种趋势不好的个股中 还要去选它呢 这个到底是个什么心态呢 陆明 这个还肯定还是属于这种 这种赌博心态 因为我们也提到了 就是在于这个市场操作过程当中呢 肯定是要选择这种 确定性最大的这样一个机会 但是确定性最大的机会呢 它在于这个目前这个市场中 可能收益来的并不是那么快 而题材一些概念呢 这炒作呢 它会来的特别快 而且在前期的阶段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了 就是说题材和概念 它在这个后边上涨的过程当中呢 即使它这个基本面有一些问题 它还是有可能会出现那种 急涨的这种情况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了 很多选手是受到了 它这个利空的影响 吃掉了这个苦果 所以说在此 我也奉劝大家 尽量规避这些不确定性的这些风险 寻找确定性的机会 哪怕慢一点 没关系 好 其实我还发现了一个现象 其实上周二的时候 我在这做巴菲特 我就跟大家交流 就是说 我发现有很多 我们的这个散户朋友们 其实都对前期 大幅上涨的个股 特别有感情 比如说什么东方通信呢 什么美景能源呢 就是当它跌得很惨了以后 它还愿意参与进去 博文你觉得这是什么心态 而这种心态可不可取 我先问一下 咱们那送华为那高档手机 是什么手机啊 这个暂时保密 我们节目组送出去 才告诉大家 如果好的 我也报名参加 你也想进来 我也想进来 好 这个什么心态 其实这东西就是只要 观点就是 它上涨趋势只要不破 你怎么做你都赚钱 就死扛了肯定赚钱 你比如说 到现在为止 走出大牛市的 咱们所谓的大篮筹 那很多的 你比如说平安呀 茅台呀 还有很多 那你要一直持有 到现在肯定是盈利的 就怕什么 就怕说 你买在了 不是在大趋势的 所谓的一个 一个循底的过程 或者说一个震荡的过程 那么如果你没有足够 耐心持有的话 好 恐怕就要受损失了 其实我们不应该 对这种前期过分拉涨 什么多少倍的 个股怀有感情 是这样吗 对 有的时候 你看在什么位置 就是说 你确定一只股票 是非常好 业绩也好 它的走势也好 各方面都好的时候 你一定要等待一个机会 而不是去追 等待一个什么机会 等待一个回调的机会 所有的股票 它不可能永远的涨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只股票 天天的去涨 你要等待 而不是去追一个 就是相对的高点 那么你赶上回调 你就把它害怕 你就把它卖掉 那左右 这个叫什么 左右打脸就不好了 是吧 博文我不会告诉你 我们送的是 华为的保时捷手机 哇塞 那我一会儿我就报一个名 一会儿报一个名 来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如果你想拿到这个 越冠军的这个 华为保时捷手机 欢迎你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加入到我们的活动当中 这还远远没有完呢 如果你进入到 我们的最终的终极挑战 百万的现金大奖 被前十名的选手瓜分 好来 我们刚才说到了 很多朋友 选了很多 这个前期大幅上涨的个股 现在亏得很厉害 可是当他已经亏了这么多了 刘宇 这个时候大家在选择卖出 你觉得还值吗 在这个位置 如果是基本面没有问题 又是前期活跃的板块 有趋势性板块 他往往有龙回头 特别是龙一 如果龙二也有可能 所以像这个 我举个例子 像凯隆股份 刚才这位选手 百分之八止损了 那这种股票的话 强势连续涨停的股票 你可以拿五天线 作为这个标准 如果破五天线 就弱了 不能说没有龙回头 但是就弱了 你补仓的话 就要慎重 至少要等到 气温以后 送上气温以后 再做龙回头 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板块 现在是趋势性板块 我怎么知道 几个特点 一个就是 它有一个趋势的龙头 你像5G 趋势龙头 就是东方通信 还有一个油渍 爱做龙头 天线打掌停的那种 这样的话 能把整个板块 带起来 而且它每次炒作的 龙头不一样 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燃料电池 它这个龙头 一直在换 它不是说唯一的 原来那个龙头 是2733 包括这个218 这都是当过龙头 像全柴和那个 2733都当过龙头 后来就换 换到京城股份 要换到其他的 燃料电池的股票 那这样的话 应该非常健康 它就跟5G似的 不跟熊安似的 打几个板 又回到这个原点 所以说这种 有大资金 长期介入的板块 反复的板块 虽然每一波 越炒越弱 但是它是一种 炒作有题材的 而且是来回炒作 大资金 来回反复炒作的 那这样的话 往往就有趋势 好 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今天我们在跟同事 探讨的时候 我们都很疑惑 为什么很多 个股的走势特别差 但是我们选手就拿在手里 死活不动死扛 包括我自己的个人 也有这样的交易经历 那个理念有吗 就是我明知道 他现在走坏了 但是舍得割肉 我不舍得割肉 还有就是不断有人告诉我 未来会好的 是啊 而且其实在这儿呢 我们还有一部分数据 是一位选手 这一位叫杨某的选手 他目前的关注的一些个股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说句心里话 真的你关注的这些标的呢 真的在基本面上 我反正个人感觉 是不是特别赞同的 比如说像这个大智慧 是吧 4月25号买入 到现在的盈亏 已经是亏了33%了 差不多啊 那这样一个基本面 有严重问题的上市公司 你为什么会去选择呢 包括太平洋啊 目前的亏损已经是 负的11%了啊 虽然说整体吧 券商之前拉过一波 但是太平洋它的一个业绩 是在券商里边 算是垫底的一个状态啊 这个拓扑股份 咱就不知道了 但是整体亏了这么多 拓扑是在今天买的 就是几位啊 好好听一下我们选手数据 为什么把数据 放给你们四位看 以它为例子 来电视之前 各位也对照一下自己 看看各位 怎么来帮助他们调仓 调仓换股 这是你们今天的任务啊 来林念还有份数据 给大家一起看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截止到今天五盘呢 我们当日收益 超过3%的选手 一个主要来源 我们看到排在第一的是 这位何某峰啊 是荣耀组的 那他关注的是新华医疗 这个刚才周涛 也给咱们讲过啊 日内的收益达到了 6.65% 还有余瑶战队的朱某松 关注到了惠金科技 4.97% 马卖人战队的江某菊啊 这位是我们的 一位明星的选手了啊 他关注到了天位食品 他的福音是3.7% 马某红派生科技 3.22% 还有少某山 这个之前也出现 在过我们的榜单 上面关注了天位食品 达到了3.09%的一个手艺 哎呀 对比前面的这个 杨某的这位选手 亏了那么多 后面的选手看着 哎 演气 你知道吗 就大家都在亏的过程中 他们还在正啊 又佩服 又觉得自己心里很痛 这样吧 我们四位先给前面的这位 叫做杨某的这位选手 支支招吧 大智慧 太平洋拓普 类似于这样的个股 亏了这么多 他到底应该怎么做 已经亏这么多了 是死扛 还是选择调仓 我们先来的是举牌 认为死扛的举蓝牌 认为调仓的举红牌 调仓吗 3 2 1 调不调仓 调仓举红牌 有分歧了 你转了一下 我刚拿错了 好嘞 好 谢谢 来 只有周涛认为调仓 其他认为就卧倒就算了 周涛为什么他要调仓 因为我看了一下 他选择的这两只股票 三只 三只股票 就前两只 大智慧和太平洋 其实他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性 就前期是走腰的 然后呢 现在开始 这个 大幅回调 而且呢 都还没有调整到位 像这样的股票 如果说是扛的 他扛的压力就比较大了 而且正常来说 从哪来回哪去 他说我扛得住这样的 回调压力 怎么办 当然有一种 我不知道这位选手 是什么样的 如果他不会换股票 那还是拿着这个吧 他不会换股票 可以看节目 我们从来没有踏空过任何热点 如果说 他不知道怎么选股 他是还不如拿这个 他要换换 刚刚另外一些股票 可能刚刚开始跌 他又拿着了 这种反而更惨 你的亏损就更大 对 因为对于现在这种环境呢 如果他换到了一个 刚刚开始起跌的这样的股票 他反而更惨 我突然产生了共鸣 我经常在节目当中 我其实特别害怕 嘉宾对我说四个字 高炮低息 我说不要跟我说这个四个字 我们观众也不爱听 为什么我知道高炮低息 我怎么高炮低息 这个好难啊 是此时此刻 我们可能要调仓换股 我怎么调啊 所以现在在你眼里 是不是要分品种 对 首先呢就是 已经走完主声浪的 这类股票 其实我是建议调仓换股的 就主声浪是什么呢 就是已经从底部 连续涨停的形势 然后呢 拉出了这种翻倍的走势 这样的股票呢 一旦出现大盘的这种回调 他往往杀跌是特别凶的 基本上的跌幅 都在50%以上 好 来我再找一个认为 不需要调仓的博文 你来作为代表 问问问问你 为什么他不需要调仓 其实关键不在调不调仓 如果他调仓 我觉得他下回还会买到 这种股票 现在是我觉得他的这个 这位朋友的 周涛在旁边边笑边点头 这位朋友的思路不太对 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说过了 那大家都知道 太平洋在全商里 是公认的业绩不算好的 并且说是相对比较差的 那么像这种股票 从底位 从底部上拉到 它有将近两三倍的空间了 那是相对来讲 是坚决的就要规避了 因为不是这种 所谓的业绩差的股票 它也会涨 但是往往大家去看历史也好 你去统计当下的这种情况也好 这种业绩不好的股票 它经过一个主升浪 两三倍的空间 基本上就到位了 而且都是涨也就是三个月五个月 然后一调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八个月 甚至一年的时间 当然了看一下太平洋 我觉得后面 如果大盘调的差不多 我觉得它还有细 还有点细 但是它业绩真的不好 而且位置相对也够高了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此时此刻 如果我们选手 我们选手 甚至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他们手里的个股套到多少了 我们就应该就算了 就卧倒吧 还是说还分品种 各位怎么看 陆明 还是分走势的 因为它所处的阶段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个股 现在一些个股 它第一位还没有启动 只不过是顺着大盘 直接开始往下调 比如说调了20%也好 30%也好 是存在这种可能的 所以这个位置 你说要在它的底部区间 进行换股 那实际上没必要 只是说在于这种涨幅比较大的个股 是不要参与 然后不要去介入 我不知道哪个是它的底 你们都说跌到最后还有18层低域 来刘宇现在怎么判断 这只个股走到底部了 你看这个托普集团 在前期活跃的 然后连续下跌 经过三浪下跌 打回原位 这种股票 你现在止损也没什么意义了 那么你看像大智慧 大智慧是问题 古兰就不说了 太平洋在券商中 它投行业务也不出色 经济业务也不出色 那你说 那我要真做券商 我肯定也不会做它 那如果说它经过反弹以后 那你要调仓 如果真看好券商 你就往那个好的券商 这个去调 那这样的话 平行调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真券商起来的话 你拿着别的券商 比大智慧要强 基本上我是这个观点 好 来 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你到底调不调仓 是不是看手中个股的品种 是举红牌 不是举蓝牌 来 三 二 一 是不是看手中个股的品种 哎呀 都是 好的 谢谢各位 好 各位 手里拿着个股的 好好去分析一下 自己手里的个股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看不懂的 可以去 怎么说 多做一些功课 或者是请教一下 业内高人 来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 因为刚才 李联也跟我们看到 有很多选手 逆势取得了不错的收益 包括 他们拿了这些 这些个股 有食品 有人拿了这天味食品 有人拿了医疗 有人拿了科技 基本上集中在这三大类里 概念里 涉及到刺新高送转 业绩增长和超跌反弹 那么接下来 我们的这个操作思路 是不是要跟着他们这个 业绩增长的 高送转的 超跌反弹的 甚至一些刺新去寻找呢 来 哪位能回答我 周涛 首先我们现在呢 要看到市场的一个主线 目前能看得见的 就是一个业绩 业绩比较好的 然后呢 是在低位启动的 这样一类股票 是比较好的 另外一个在大盆下跌 过程当中 它呢又是一个 防御性品种的 所以刚刚说的 这些大消费类 和食品饮料 其实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些标的 所以它会在这种 平时可能不太会动的 环境之下 现在它反而就是一个 乐波波 像波波那边 所以首先食品饮料 这样一类股票 业绩有预增 而且大幅增长的这种 是可以去优先关注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如果说大盆要起稳 这些权重股 可能会有一些 人动的这样的一些机会 互盘的这种机会 因为我们节目还有 两三分钟结束 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 在这样大跌的过程中 我要最后用这一点时间 给大家梳理 今天到场四位的 观点的汇总 他们可能会认为 在接下来 你还会面临 一段时间的下杀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呢 各位给出的观点 是认为 在接下来这种 下杀的过程中 可能有一些权重 会在盘面上 有一定的表现 来起到这个 互盘的作用 比如说 大金融 这个时候出现分歧了 大金融 消费类 大盘股 但陆明还提出来 一个关于有色 来各位 给我们具体 最后用这一点时间 阐述一下 为什么这些品种 是你看好的 注意它看好的 可能就是未来的机会 有色为什么 因为有色呢 这个我主要是 关注铜这块 因为我前段时间 看了一个 关于这个特斯拉 对于铜矿 那块的一个应用 因为我们知道 新能源汽车 它是 争取于比这个 传统汽车这块 用铜量 是明显的大幅增长 而且铜的周期 是非常长的 再一个就是有色 这个铜这块 是在本轮反弹行情当中 是属于 滞后的这样一个品种 所以你说在后期 如果市场出现 旗轮反弹的时候 他们是有机会 能再次 带领市场上涨 今天铜也跌得很惨 对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 行情是处于 这种普跌的这种阶段 在这种主要 下差的阶段的时候 是个股是 非常大的概率 是跟跌的 到后期逐步起稳之后 这个有色这块 才有可能会 但是说得等 它完全起稳以后 因为这三位 其实都看这个大的 券商消费 这个你赞同 没有问题 对 这个没有问题 咱们就达到统一了 那券商累 消费累 金融累 陆明提的有色 各位赞同吗 其实什么类的 无所谓 只要它这个业绩够好 我跟大家讲 就是大家经常看到 一些这个业绩特别好 它老突破 老创历史新高 业绩好的股票 就是用来突破 刚才忘了说 还有消费 还有消费 业绩好的 公司企业好的 它就是用来创新高的 屡创新高的 而且这叫真突破 还有大家看的一些股票 突破了 放量 突破前最高点的 或者前平台了 然后连续就爆雷了 业绩差的 都是假突破 大家这么简单的 就理解了 你不是技术派吗 但是你对业绩 你也无比在意 对对 无比在意 我现在老技术也不行了 有的时候 以前确实是 得什么做 什么看那票 能做那就做了 那比下来 人家搞基本面研究的人 赚了两倍 我这边赚了 新兴股股 我赚20% 所以必须要 重视技术点 结合 来消费类 金融券商 还有有色 刘宇赞同 我觉得 为茅台举例吧 它900多正好 PEG在一倍以上 它已经达到它的股票 它现在往下跌 还得看标杆 它现在跌到700 它就还是低股的 因为你算PEG嘛 因为大消费 你近嘴里东西 它基本上用 过去的DBS增长 算未来的比较客观 周期股就没有那么客观 所以我觉得还是看这股消费 其实你不觉得 有色会有表现 有色的话 你看大宗吧 大宗上一轮 有色确实滞长 但是大宗我觉得 暂时机会还是很大 周末的巴菲特股东大会 按它的标准 A股只有9家公司合格 怎么做呀